来让我们早报一下时间带观众朋友来关一下今天的气场资讯了 先是来看我们这户外的实况图 可以看到现在台北的天空是全部回蒙蒙一片 云层非常厚 那个气候的这个倾向其实也不太好的 因为今天天气跟桑枝雨昨天来相比 今天天气是有所变化 今天是一波封面来袭 加上东北季风增强 所以天气有很明显的转变 尤其是北台湾 好来看到我们的温度降雨部分 今天其实可以看到了 整个台湾全部都是笼罩它这个水区以下 尤其是北部 降温是比较明显的 先来看到温度部分了 在北部这个低温来到18度 高温是来到25度 中部地区低温是20度 高温是29度 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一些些的 但是南部了 其实感受上是同样炎热 但是清晨低温是稍微凉一点点 只有23度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来到中午过后 高温可以上看30度31度 所以依旧是可以穿短袖的天气 再来是东部地区了 华人台东18到30度 同样日夜温差比较大一点点 不过早晚都要留意着气温是比较凉一点的状态 所以提醒今天大家的外出 一定要攜带雨季 好接下来看到了 其实今天整个全台湾水气都非常的多 尤其是北台湾的部分 可以看到北部要注意着局部的造大雨势 尤其是沿海地区也要留意着强震风的状况 那其实光是可以看到这个雨区图 其实很明显看到了 除了这个南部这个平地以外 其实全台都是笼罩在这个雨区之下 都要留意着局部的造大雨势 尤其是这个北部地区 那东半部地区也要留意着局部阵雨 中部地区其实是 藏雨是比较零星一点点的 但是整天都是陆续有雨的状况 好那接着我们看到这雨呢 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 其实呢 这波封面是属于这移动性封面 所以是来得快吃的也快 随后在明天的早上呢 天气就会慢慢地转好了 这好天气呢 比较稳定的状况 会一路地持续三天左右 到时候呢 会一路到下周二 不过下周三 又一波这封面来袭 可以看到了 明显的是这个下周三开始 雨是又会增强增多 不过到时候呢 这个气温呢 是稍微比较不会有太多的变化的 礼拜三开始 这一波封面增强 到时候呢 全台又开始转为着有雨 雨是较多的这个状况 会一路持续到周五 那周五呢 随着白天开始 到时候气温才会慢慢地转缓 雨区呢 也会稍微地减弱一些些 到时候呢 全台再度转为着 多云的稳定天气形态 所以总结一下 这几天天气呢 都是比较有雨的状况 所以今天外出呢 一定要务被攜带雨具了 不过这水晴呢 是否可以带中南部的水晴 带来稍微的减缓 也希望呢 能够这雨区下在对的地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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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